哈喽大家好,我是神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不知道在看这个影片的你 已经outgrade了最新的Males Beesup了没有 在当他一发布可以outgrade过后呢 我就尝试去outgrade 可是就是不成功 然后呢 我就截图 然后就放在我的social media 因为很多人都不成功 后来我就上网去找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找他的手楼悬 结果 我找到了三个 我觉得比较合理 然后我也行得通的那个 手楼悬 所以我的面部呢 已经outgrade到最新的 Males Beesup了 那么我这边就快速的总结三个 要点给大家 虽然在outgrade的时候呢 Apple那边就写明要12.8gb 可是我发现到 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我原本就剩下20多gb了 然后他一直卡在一个地方了就不会去走 后来我就把我的垃圾桶 一次过清完 剩下50多gb 清了过后 我就restart电脑 我就outgrade成功了 人你的网线会不稳定 因为他可能 倒入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断了 他就不会继续下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很恐慌 你的网线是很稳定的 然后最好就是 放在你的 Mapbook 你的WiFi旁边 所以他可以接到比较顺一点 那么第3点就是 最有用的方法 那个就是 restart你的Mapbook 我看过很多朋友都说 他们都是一直outgrade不成功 后来呢 他们restart 他们的Mapbook 不是一次 是 2到3次过后呢 就OK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过就是restart过后 然后什么app都没有开 直接就去outgrade 那个Mapbook 就OK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不过你先不要这么急 因为我们现在outgrade 是从Mapbook Katerina 到Mapbook 或者是有些人会从更前面的Mapbook 来outgrade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把你重要的文件 backout 要不然等下 不见了就是 不见了的我 Apple也赔不了给你 我是还没有开始用 因为我才outgrade成功 我就拍了 可是我上网找了一些 人的review 就是 好 除了他改那些icon之外 他有提高他的performance 也提高了那个 省电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 等不及的话 你就可以去outgrade 先 可是如果你想 再观望一下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 等我出下个影片 或者是 你可以看大家其他人 outgrade过后的那个感觉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如何outgrade去Mapoff的一个比较小的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给个贊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欢迎在留言栏评论 我是3号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by bwd6 Yog Buenos Bien 白